第一天看到蓮華新輝這隻馬 是麵粉的 小哥, 怎樣? 十二馬怎麼射到隔壁? 是 我記得當我女兒還是六、七歲的小時候 我跟兩三個家庭朋友一起去外國的遊樂園玩 其中一個最有名的遊樂園是Roller Coaster 那些女兒一看到Roller Coaster 開心得不得了要去排隊玩 大家一起去排隊玩 然後我跟嘉玲帶著一個女兒的朋友 爸爸說你不玩?我們現在要去排隊玩 她說我不玩了 我說你害怕嗎?她說不是 她說我的人生本身已經是Roller Coaster 一邊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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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 她說我為何還要玩這個Roller Coaster呢 我那個比較好玩 今天請來的… 輝哥 如果阿輝說你的人生也是一個Roller Coaster 你可以這樣說嗎? 可以的… 可以這樣說 所以為何要捉著輝哥來呢 其實就是想你跟我們一起經歷一下 在這半個小時後 經歷一下輝哥的人生的Roller Coaster 即是她的過山車 我也想由你去考建習騎士開始 當日一個年輕人 你是甚麼原因要選擇這個學業 主要是看到馬會廣告而已 這樣… 家中會生我自己很動 我想問你是甚麼運動型的人 會生很動 而且都是生得小顆 可以… 拍拍心口自己試一試吧 當時都是… 因為年紀還是小的時候 我都在讀書 我想也要… 搞一些突破的東西 對吧… 那家中… 家中是很贊成你做的這件事嗎 好… 幻想騎著一隻馬其實也挺威風的 是吧 然後贏馬也挺威風的 但是作為一個建習騎士 要去訓練、練習的時候 是否真的這麼威風 當年是要怎樣去建習的 建習騎士的時候 都是我們在索水金泉珠訓練的 當時有甚麼威風說了 我不想說到甚麼威風 其實我十歲、十一歲的時候 都是騎我下馬 就是在馬背上有些感覺 我就覺得… 就是這麼大的動物 可能能夠自己騎上去 那種感覺 現在還記得到一些東西 是吧 很特別的 本身自己又不覺得辛苦 因為都是做運動的東西 所以當時的稅數很輕巧 而且自己本身也很冷 去練習 然後你要去出賽 是吧 形容一下自己當時 你是那群建習騎士裡面的 A、B、C 即是哪一部分的建習騎士 是C的 是C的 當時是經過十八個月訓練後出來 是有機會出賽 我最遲的一個 當時是哪一部分 為甚麼 都是… 那個是第一個 第一個低潮 過山車是第一次 第一個低潮 馬逢之前不夠 都是… 我經過蓮馬斯比較首舊 有一些好的座棋 不是那麼容易找到 那麼多個建習騎士 你最遲一個出賽 你又見到其他同學 就已經出賽了 會不會有一種 入錯行吧 算吧 離開吧 找第二 有沒有… 沒有… 是真的一心投入這個 是的 別人贏了馬我都未出賽 那我就想想 我覺得自己不自己 都不可以的 是不是 當然是 制遇問題而已 你跟自己開解 還是有誰… 譬如是父母 是誰會開解你制遇而已 是你自己還是誰 我全部都是自己 自己 都是一個恨心的問題 都是一個… 不死心 我覺得很重要 應該是 對某些事情 你還是持之以恨 是 對 不過不放棄 終於… 有一個機會是怎樣來的 這樣… 怎樣輪都輪到了 剛才最後也輪到了 輪到… 行不行 終於有了 有沒有贏過 有贏過… 第一次贏 還記不記得的情景 給你一個畫面 也是很慌忙的 入到直路還在… 一邊姜城掉了 還要撈…撈回來 這樣…過多終點自己贏了 這樣也是… 沒什麼感覺 只要看照片 表現都是差差的 只是馬克 是否贏了之後 所有的信心都回來了 不僅是你 是你上司 對你的信心 其實我從來都沒有跌過這個信心 是… 這件事各方面都有… 有教訓的自己 根據我連碼師 當然你贏了馬 就…信心大了